各位,我们人都是有限的,所以神不但亲自与我们同在, 也把主内肢体放在我们身边来帮助我们,与我们同工。 在圣经里,我们看到,就连看似伟大的神仆人也不能独当一面,乃需要肢体的带导与同工。 比如,我们读《出埃及记》第17章。 那时,亚玛利人来在利菲定,和以色列人征战。 摩西对约书亚说,你为我们选出人来,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 明天,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,站在山顶上。 于是,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,和亚玛利人征战。 摩西、亚伦与护尔都上了山顶。 摩西何时举手,以色列人就得胜。 何时垂手,亚玛利人就得胜。 但摩西的手发沉,他们就搬石头来,放在他以下,他就坐在上面。 亚伦与护尔扶着他的手,一个在这边,一个在那边。 他的手就稳住,直到日落的时候,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 这里,我们看到摩西与以色列人的彼此同工与扶持。 比如,我们看到有在前线出力作战的,这就如同约书亚与和他一起在前线征战的人。 他们是直接去到现场,面对仇敌,付出实际行动,冒着生命危险,来完成神吩咐他们做的事。 今天,有些事也是我们亲自要去做和面对的。 例如,宣教士和传道人是被神呼召要到现场去的。 或者,有些人是我们直接要传福音的,因为他们是我们而不是全部人有机会遇见的人。 如同我们的家人、同事、朋友等等,我们必须亲自向他们传福音,不能只有等待别人来待劳。 又或者,有些挑战是神特意为我们安排的,与别人的挑战未必一样,那也是我们必须自己靠神经过的。 但我们身边也有幕后带导的,这就如同约书亚去征战,而摩西留下来带导。 圣经告诉我们,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 在灵战中,祷告是至关重要的,因为单凭人的力量是无法得胜的。 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,并不是说摩西或是哪一个人很伟大,但我们祷告是承认我们需要神。 我们虽软弱,但神是无所不能的,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来求神帮助。 但有些人或许会哀哼说,他们身边没有一位像摩西那么强而有效的带导者。 我们绝对不要丧志,因为我们今天有的带导者比摩西更好,就是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的复活主基督耶稣。 我们看到摩西带导时还会累,他的手会发沉,但耶稣绝对不会累,他是不停地为我们带球的。 我们且要学习看重带导的施工。 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,摩西何时举手,以色列人就得胜,何时垂手,亚马利人就得胜。 可见,幕后的带导是非常有用的。 今天,或许神给我们的角色不是在前线宣教或讲道,不是直接负责某项施工或接触某个人群。 但我们要看重带导的角色,忠心为这在前线成就神的施工或是正面临挑战的肢体们带导。 因为,再伟大的人也需要同工的扶持与佩搭。 圣经告诉我们,摩西的手会发沉,就表示摩西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。 他无论是多么伟大的领袖,也有累和软弱的时刻。 因此,他需要其他肢体的扶持和同工。 正如亚伦与护尔扶着他的手,稳住他的手,以致他能继续举手带导。 其实,人若像摩西一样,是个领袖,又曾经看似很威风的率领以色列过红海。 要这样的人承认自己是有限,是软弱的,确实不容易。 毕竟,没有人喜欢软弱的滋味。 但,再伟大的属灵领袖也未必天天刚强。 他们也会累,会灰心,会惧怕,或是无法一个人应付庞大的施工需求。 而神有时也许可人看到属灵领袖的有限和软弱, 以致人才不会把希望都放在任何人身上,或是夸耀任何人的力量,乃是单单敬拜和崇高神。 不但如此,因为人的有限是真实的,所以我们都需要信徒之间的同工与扶持,各尽其职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 神的心意就是要信徒都靠着基督联络得合适,摆劫各按各职,造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。 所以,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无法成为像摩西这样的属灵领袖,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像约书亚这样站在前线, 那我们要问,我愿意成为像亚伦和护尔这样与神的仆人同工,也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吗? 这里我们看到亚伦与护尔所做的不是特别难的事,却是非常重要的事。 他们只是帮忙扶着摩西的手。 一般上,人都是认为伟大的领袖所做的才是重要的事。 但亚伦和护尔的简单之举也是功不可没的。 那么,今天有多少人愿意谦卑地扮演亚伦和护尔的角色呢? 或许我们不是站在台上享有风光荣耀的人, 但我们忠心在幕后的佩搭,也能大大兴旺神的事工的。 但愿我们都乐意彼此扶持,同工带导, 以建立基督的身体,将祂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, 以致神得着最大的荣耀。